还有不到两个星期时间就是开斋节了 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宣布 所有重型车辆一律不得在加劫期间上路 以免造成交通意外以及堵塞 而且开斋节期间所发出的交通罚单 余律不能获得折扣 路兆福指出重型车辆严禁上路的措施落在开斋节前三天和后两天 也就是6月1号至3号以及6月8号至9号 而当局也将在全国展开监督行动 他今天在三美兰如来出席开斋节道路安全运动推介以后 在记者会上透露 根据大马皇家警察数据显示 全国在2018年一共发生了54万8598宗交通意外 而2019年1月至3月之间就发生了13万3912宗交通意外 不过交通意外死亡人数从2017年的6740人 下降至2018年的6284人 减少了456人 今年1月至3月的死亡人数多达1483人 感谢观看